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工作的一些很有趣的地方 要清洗褲替逢 不過今天泰咖啡吃豆 博比今天還可以來講旅遊 出門都替逢了 真的 好棒 不過在一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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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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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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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先跟大家來分享 分享一下 磨 磨糖糕 第一次 你不覺得很新鮮 真的第一次聽到 很新鮮 淋媽法淋媽就是豆粒 你們可以想像 添媽法 大家就會覺得說 這什麼意思 它的意思就是 有沒有 老骨炎炎 它的意思就是 其實就是講說 其實無拘無束自由自在的感覺 對不對 如果今天我們要造句的話 就是總之說 博比曾經 那種青島的淋風 淋風的 有了 真的是 淋媽法 就是 生活自由自在 所以今天我們就跟大家分享 所以博比也算是有學到一個 很有趣 真的很有趣 對 而且好像 有點無厘頭 或者是它沒有一定的意義 或是 對 我覺得很有趣 你看 以前的人留下來的東西 有時候你認真去看的時候 都會覺得 還滿有趣的 還是很有趣 那會不會再漏久了 講到漏久了 漏久了 漏久了 我們就要回到 博比的旅遊 去過很多地方 不過我們今天是不是特別 要跟大家介紹關係 今天跟大家分享 日本的一些旅遊 然後還有就是 日本關係 對 日本關係 然後跟 接下來還會分享一些 海島的旅遊 好棒喔 你考慮一下 說關係的時間 老大也會 真有關係 跟媽媽說 還是關係 他都關係 所以你如果去 日本關係旅遊的時候 媽媽會跟他一起嗎 還會跟媽媽一起 好棒喔 所以就是民旅的關係旅遊 對 沒錯 如果媽媽先從關係 喝個先炒茶之後 再坐個飛機去到 溢溢空港 YA 所以她每年都要在 關係空港的那個字底下 都要拍照 真的 媽媽很喜歡嗎 很愛 超愛的 為什麼 因為其實我覺得去日本 很安全的就是說 第一 很乾淨 對 你就算住不太貴的旅館 雖然很小 但是至少都乾乾淨淨的 不會去到這樣 就是很髒的地方 或什麼 再來就是治安比較好 是 因為出國旅行 你最怕治安不好 萬一遇到爬手 或是什麼的話 其實都很麻煩 對 治安很好 再來就是可以玩的景點很多 對 因為日本其實很大 然後她的各地的風情也很 有差異 所以其實是很有趣的 然後最後就是大眾運輸工具 非常方便 對 媽媽要帶她出去之後 妳都自由行 妳都自由行 妳都自己做公共運輸 媽媽會同意說 很累 因為要行爐 因為在那一部分要親行爐 不會 親行爐 親很多人 那說媽媽基本有看 補那個 真的知道 媽媽真的好棒棒 她看那個刺激 角力一定很不錯 因為她今年開始 她說她腰有一點痛這樣 所以如果今年 她的關係 時間來 所以我問她說 我也是擔心她嘛 對不對 結果她跟我說 蛤 我還覺得妳走太慢 還好媽媽沒有說 我覺得妳走太慢 是在喊喊慢呢 所以其實 其實那種日本共識菜發展 台灣人 台灣人很喜歡去日本 那種改變的時候 不論司機當時 那種文化 雖然親毛強勇 可是妳會覺得 好像有一種熟悉感 沒錯 對 然後就還有像 剛剛的寶貝講的 除了安全 乾淨 交通方便 對 然後我就覺得 如果說一口一次 跟泰國的分享 我們講關係 泰國一共有關係 跟寶貝講的事故 去過已經超過15次 整個日本去 大概有超過15次 對 關係的話 可能也有快10次 因為其實去不膩 因為每次去都有新的精心 不過天不去跟泰國會講 關係的世界 一開始講到的 就是泰國清了解的金板神 很常講對不對 金板神耐 耐良 金板神耐 好喔 那當然這邊有很多的旅遊 可以建議 那妳覺得先 撇開我們這個手板上面 可能會跟大家介紹 妳可以去新災橋 或什麼 妳有沒有覺得妳特別要提醒 或是特別推薦 特別要提醒 特別推薦 或是妳覺得什麼地方 妳去過這麼多次 百去不厭 百去不厭的話 我個人是覺得那個 八板神社圓山公園 白川巡橋 那是同一個地區 是 他們都很近 走路就會到 那個地方我真的是覺得 百去不厭 百去不厭 對 像很有名的花劍小路 也是在那邊 對 對 其實像櫻花季的時候 妳去到那邊有沒有 它整個周邊都有各式各樣 不同的櫻花景色 然後都搭配著這些世界遺產 對 對 我是覺得說 那看了其實真的是 很療癒的感覺 真的 我們剛剛就有看到 一張妳的照片 是在那個櫻花裡面 而且重點是搭配那個藍天 那個天好藍喔 他們天都很藍 對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 然後每次大家都覺得 這是花 配上那個藍天 真的很漂亮 對 可是為什麼妳帶來的櫻花照 都這麼像雜誌裡面拍的 這也太美了吧 妳這個 這個 而且這 還有妳跟媽媽的照片 對 對 媽媽也是要 要拍出美照 往美照 所以下次 媽媽櫻花往美照 對 對 我們等一下其實會有跟大家講 到底要怎麼樣跟櫻花 拍照會拍得好 因為其實我內心有一些 我內心小小的疑問 等一下就很厲害 我們先等一下 仔細來介紹這個金板石旅遊行程 之前我先來講一下 我們去到日本吃很重要 很重要 輕鬆腰蟲 輕鬆一聲 有沒有必吃美食推薦 在市道說 在魚市場 在外面生魚片 凍飯拿到 一定會去試試看 我覺得妳真的是 走到很深入 因為所有去日本玩的人 都說一定要 你去市場就是最了解當地 跟吃 就是你最融入當地生魚 所以魚市場一定要去對不對 一定要去 因為其實像他們那種 產地直送有沒有 對 所以都很新鮮 像我在台灣 其實我過敏體質 我不能吃蝦 對 可是我去到那邊 我不知道是因為真的很新鮮 送上來還怎樣 我可以吃生蝦 那台灣生蝦 這樣講不太好 但妳在台灣不太敢吃生蝦 就是可能 可能比方說 運輸的距離比較遠 或是什麼 我不太確定 或是處理方式吧 我不太確定 就一般的蝦 可能也就是會有一點過敏症狀 可是吃到生蝦 就在那邊吃 竟然可以 故事說 真正是生魚片 魚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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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便宜 你如何吃 絕對都不會錯過 對不對 真的 妳說來台灣說 妳很推薦的就是 生蛋拌飯 是嗎 記得我看到 我沒有吃過 魚片 這可以 做得專門就點一個 這樣安用的料理 大概有可能有相片 整理就會一萬 翻 然後亂 就是流到 調味 安用生 海滋滴 在日本的世界 那個年代的飯店的時候 它會給你一個飯 然後但是它是可以加類似 溫泉蛋 對 或是什麼 但是妳那個是專門在 也是在市場嗎 還是 沒有 那個的話 其實像一般燒肉店 對 或者是說那種吉野家 鯉魚 這種就會有賣 那其實就是你單點飯跟生蛋 然後來你就自己加醬油 或者說你可以再跟它 加點蔥花這樣 那其實會發現這個吃法 是因為我們有時候 去日本是去工作 然後跟當地人一起吃的時候 你發現 它已經叫一碗這麼大碗的拉麵 對 還加麵 它還要再加一碗聖誕拌飯 是因為 所以 因為太好吃了 對 而且他們堅持要吃那一碗 聖誕拌飯 然後我想說 真的有那麼好吃嗎 因為在台灣我們想像覺得 好像有點噁心 因為聖誕 對 結果拌下去之後 真的很好吃 所以妳心會看它那樣吃 妳才點 我看他們那樣吃 所以我想說我 一定要試一次看看 對 媽媽有跟你一起試嗎 那一次還是 我媽媽就真的沒跟我一起吃 媽媽對於生的東西 還是可能有 還是有一點點小小的障礙 對 還是會有點擔心 但是 像我老公跟我一起去 他就吃 他也是說 超好吃 所以妳如果現在每次回去日本的時候 不是回去 每次去日本的時候 每次去日本的時候 她都去日本了 OK 時節 一定還是會點來吃 就不錯過 有機會給發 對 哇 這個妳看到那些都給片 給時節公司在發 祖地司機就是鐵道鐵道 不過是不易記 不然會提起 不然會提起公出來 就我們說聖誕拌飯 趕快我們來趕一下 回到這個大阪行程 妳看這個是妳幫我們分配的 就是五田 第一田新栽橋 我覺得這個地方 很年輕化 妳會在大阪很有名的 道頓絕的跑步鑑影 有 對 大三個都會看跑步鑑影 過在終點線 對 妳踢了眼鏡 機場 其實有差的都在南坡 南坡 是在新栽橋搶著 所以妳第一天 妳就可以先去新栽橋 朝聖一下 看一下那個跑步的人 體驗一下 就是旁邊也都跟你一樣 像是觀光客的感覺 做那個 他們有那個遊船 那個遊船 對 那個我上次也有做 是 然後我覺得 其實這些 泰家康年去找旅遊的時候 都有這樣的景點 那我覺得 旁邊寶貝是同泰家分享的 是會說 它其實每一天都有自己想要玩 而且 妳真的有穿和服在那邊 對 真的有去穿和服 在京都的時候 其實京都非常非常多 和服體驗的店家 對 其實大家可以自己上網查找到 比較適合的 或是說妳覺得預算可以的 因為它預算其實落差很大 有一些比方說 一樣這個價格 有些有包綁頭髮 有些沒有 我是建議 頭髮都要包給他們綁 是 因為自己穿上和服之後 就綁不到了 而且自己穿上和服的時候 如果自己綁一個馬尾 也滿奇怪的 對 就是不搭 因為其實我看到路上很多 甚至都是年輕女生 是 她就是穿完和服之後 就有頭髮是這樣子放下來 其實很奇怪 其實不適合 對不對 不適合 其實都去到那邊了 我覺得就體驗看看 真硬 她也繼續在路上 的費用 聊一下 等一下再說 今天繞牆的博比樂的節目 第一次說 是慣性用飲料 日本和慣性 為什麼要一直強調 是因為其實你是關係人 我覺得這種感覺 很有意思 心者關係人 然後我們上一段節目 有說到 其實已經是金板神 雖然說 統帝家的服務 這個景點 可能大家也滿熟悉的 不然會知道 他寬氣安用服務 你就知道 你的行程不緊 對 我覺得不要太緊 因為帶媽媽 我真的覺得 你不要東跑 我一個西跑 不要貪心 如果你要跑很多的話 至少在同 同一條線上 了解 或是近一點的地方 了解 所以你看 我們現在有講 你看剛才講穿和服 到第四天的時候 其實我比較建議 譬如他做的 早上先去黑門市場 吃個早午餐 對 然後下午再很悠閒的 可以去銀閣寺走一走 這樣嗎 因為那個銀閣寺 你要做的那個 哲學之道 這是順頭聽聽 哲學之道 哲學之道 其實那個有櫻花 有櫻花就真的很漂亮 對啊 對不對 然後最後一天 你看他很貼心 總是要買東西 對 最後一天 沒有買到的 上飛機前 對 上車前再繼續買 真的 那個說是因為青豆菌 是你本了 那時候 因為你有青豆菌的東西 想要買的時候 真的就會覺得說 我最後一天 剩下的半天或什麼 我也經常買那些 真的 哲學之道 不過你看 在問到問題的時候 一直覺得好像很急 因為我一直想要進入到 下一個主題 也要主題 就是 到底我們要 如何跟櫻花拍照呢 共識彩發音 那都在本世界 那又 尤其 Sakura季節的時間 你的目的就會 很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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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不過共識彩發音 真的跟櫻花拍照 你真的要好看 要有技術 但是不要厲害 來 我們 我先問一下 為什麼我們在櫻花拍照 有青豆菌 總之說媽媽 因為那有什麼事 她們就會在一片 花海裡面 有沒有 然後安永穎 安永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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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然後就覺得 明明那個花海很漂亮 可是你就知道 那個胸片看起來 不在哪裡乖乖 所以我們來講一下訣竅 好不好 來 三五竹 所以是衣服 三種五竹 好 OK 比喻過第一個 不要穿純黑色的 有沒有看櫻花粉紅色 水粉色 不像浮色 可以變白色 因為它的那個 相機的對比會很強 所以你穿了黑色之後 其實那個花本來帶一點點粉 結果它變白色的 其實就沒那麼漂亮 對 然後再加上你的黑色 其實會很突兀 在那個照片裡面 如果旁邊都是很這樣子 粉紅色很潔白的景象的話 其實你的黑衣服在裡面 就會有點奇怪 了解 而且還有 那也不要穿太鮮豔 做不到 做不到 頭紅色做不到 不行 風色做不到 這樣子會融在裡面 螢光色做不到 好 因為剛才做不到 太厲害了 那到底什麼可以穿呢 對 水粉色 跟裸色 裸色 就是真理 你是做的 是很簡單 但是我會不會穿 了解 我懂 就是說 它可能看起來是很安全的 對 它其實素素的 其實也沒有什麼太大的變化 但是穿起來的話 你在照片上面會很和諧 因為像裸色 其實跟我們膚色會很接近 了解 所以它也會很和諧 這邊有講到 你看除了白色 烏灰色 還有單寧 單寧是萬年不敗 因為有些人一定還是會覺得 我就不想穿粉紅色 你就休閒 我也不想要穿裸色 對不對 那這樣子的話 其實白色 霧灰色 然後或者是說 單寧牛仔單品的話 其實這些 就算你是帶男朋友 帶老公去 你也可以幫他準備幾件 他拍起來會很好看 不然男生都喜歡穿黑色 真的 對 男生都喜歡穿黑色或螢光色 那拍起來就不好看 安妮如果真的很 因為我用的紀念那種日本 真的是 Sakura的清漿的季節的時候 如果你有吸 你也可以用紗質的 對不對 或是這邊有講到 例如說小細節的深色單品 小細節 像它上面可能有一些印花 或者是說刺繡 它有一點小細節去提的話 它就不會說像純黑色的那麼重 好 我們剛才 其實才跟寶貝在講 其實我們有看到滿多 寶貝帶來很漂亮的胸片 那都是自己拍的嗎 就是 大部分就是 或我老公或是 我老公拍或是說 我跟我媽就互拍 互拍 對 除了衣服之外 有沒有什麼 譬如說是不要 到底要怎麼樣跟 小訣竅嗎 對 到底要怎麼跟花相處 其實我覺得大部分的人 拍花的時候有沒有 對 很容易就是說 一就是站在花的前面 花在我的後面 然後就是 對 就這邊花海 然後我就 對 大部分都這樣吧 花的前面 但其實最好的是說 如果可以的話 你要站在花的中間 你的前面也要有花 有個前景就對了 對 這樣子拍起來的話 會覺得更多 對 所以像其實我們在拍櫻花的時候 如果是別人幫我拍的話 我會走到 最好是那種 它們有一種支垂音 它會這樣垂下來 像柳樹一樣的 你要退到它的第一層裡面 然後人家幫你拍 這個照片就會很有層次感 感覺會很 很茂盛的樣子 有沒有 現在看到的照片 你才敢要怎麼動 要怎麼動 然後如果自己拍的話 還半遮面的感覺 對 自己拍的話 你不要去拉它 它在你前面對不對 你的手機越過那個花 假裝我們這個杯子 就是那個手機 我們越過那個花 然後你這樣拍 那個花在你前面 它就會看起來很漂亮 對 可是我覺得 要提醒大家 我覺得有一個很重要 你千萬不要自己去扯 那個汁 不要去拉它 真的 對 你這樣去弄 那就剛好顛倒了對不對 對 這樣就不好 我覺得太棒了 我覺得整體影片 我很少跟花拍照 因為我拍出來的 大概就是 類似媽媽 站在花海裡面的那一種 所以我就不敢挑戰 不過壓它底耶 我覺得我至少可以先把衣服顏色 對 衣服的顏色很重要 先粉色一點點 或是丹寧的顏色 第一個我先學會了 聽音 如果要做的事情就會 如果真的有 我就拿手機半遮面一下 半遮面一下 我試試看 如果下次有成功照片 在統太角的分享 這個其實 其實那些都是日本的關係 可是你看這是一個 很有文化 要是很古都 然後古色古像 很有風情的地方 不過接下來 我們要帶大家到熱情的島嶼 對嗎 海島 馬爾地夫 我沒去過 因為我覺得好貴 其實有便宜的玩法 你學家一定要知道 用版國它便宜 馬爾地夫 馬爾地夫其實泰卡多迪 它是它的位置 在印度洋 所以它其實相較一些地方 它也相對地比較遠一點點 其實遠滿多的 對 所以為什麼 一般如果真的去海島國家玩 大家會選的比較近的 東南亞的 對 就不用坐那麼遠 對 但我覺得就是說 你去到印度洋的話 你看到的景色 也真的跟你在太平洋 或者是說 這些南海的 會真的不一樣 真的不一樣 完全不一樣 所以我覺得也是一個 不一樣的體驗 所以如果說 去到馬爾地夫玩的話 你會建議自由行還是 像剛剛日本的話 我就會比較推薦自由行 因為它大眾運輸很方便 對 像馬爾地夫這種的話 我會比較推薦 就是去找旅行社 但是是那種半自由行 了解 所以就是機票 它幫你機加酒跟行程 連行程都 對 機加酒行程 它幫你包好 但是你自己去沒有導遊 OK 像這樣子的 去到馬爾地夫的話 因為他們也是自然滿好的 所以我覺得算是很安全 所以你覺得那樣子 你的經驗值下來 你覺得 這樣子的機加酒跟行程 是半自助你吃都比較划算 我覺得去到海島的話 反而半自助滿划算的 對 因為 最初他們會去到長灘島 對 應該是通往一家 一家規劃 結果去到當地的時候 要去到行程有沒有 它就是有些會很坑淺 像比方說你要玩拖曳傘 然後或者是你要去浮潛 是 有些時間它一家 會 會擁影騙它 我懂 會擁影騙 因為你會觀光客 對不對 所以你看到 我們這邊有一個 馬爾地夫的行程 這個行程也是 Bobby給我們一點點的建議 那這個 這個是指說其實你可以玩得 算很划算 可是又很高 超划算 真的嗎 真的 因為其實像大家對 馬爾地夫的印象都說 你去到 你一定要大概十萬以上 而且連一罐可樂 我都快喝不起了 可是那個真的還是喝不起 這樣浪費了 對 那其實像我們這次去的話 我們是 居民島搭配水上屋 就兩種都有 對 那居民島的話我覺得很好 是說 大家可能會覺得說 居民島沒聽過 或者是說會不會去 住很爛的飯店 其實也有一般的海島的 度假飯店的等級 也是住很好 是 那所以等於說 我們所有這些行程 我們還有跟鯊魚一起游泳 對 互視什麼 也都互視什麼 是 它是那個比較溫和 比較溫和 對 不會攻擊它 所以 所以依照Bobby阿翔說 你覺得吃豆 其實你是可以住在居民島 然後你但是你還是可以住 那種很好的 我們說水上的那種 對 我們兩天住居民島 對 兩天住那個度假島 所以其實這樣子是五天四夜 對不對 總共最後是七天五夜 因為第一晚先住機場旁邊 因為它飛機比較晚的關係 這樣 那主要是說呢 我們那時候去的時候 它那個居民島你可以把所有的 下水的行程都先玩完 因為一樣的行程呢 在度假島超貴 是 對就是真的很貴 現在居民島比較便宜的地方 把水上行程都玩完 了解 對 那像度假島的話 你可以自己從房間下水 你就不用再花錢去玩另外的行程 因為連普通的行程 可能一個人都要一萬塊 那如果依照Bobby阿翔說 其實你阿翔的行程 像你剛剛講 七天阿翔你半自住 你覺得 已經玩得很棒 也住得很好 洗澡清潔應該都很不錯 在清潔 阿翔差不多多少錢 多少錢 應該是去到七萬三 這樣子以馬爾蒂夫那樣子的 豪華內容算是便宜的對不對 因為像我們在度假島住的那個飯店 一個晚上 最低就要三萬五 可是我們住兩個晚上 OK 那所以其實兩 真的 對 算很划算 對 接下來基本上 不然去推薦 你對馬爾蒂夫 安詠的提供 有興趣有尺度 超貴 不過這個是一個 藝衡的建議 還有其他的題目給他聊 你先聊一下 店長怎麼說 首先跳燃節目 說到馬爾蒂夫 七天安永隔行長 差不多七萬多 然後就做得那麼好 可是公司菜花算便宜 對不對 不過那個還 你含那次都說 還是太貴了 我們就去另外一個 小馬爾地夫 巴拉旺的愛米島 這也是你很推薦的一個點 什麼 因為像太陽去馬爾地夫 是最大的水上屋 有沒有 不過馬爾地夫在水上屋 正經重貴 因為像我們去的那個 其實我會說 7萬多很便宜 是因為我們那個水上屋 住兩晚 一個晚上其實水上屋 就要3萬5 最低 對 所以我才會說 那個行程很划算 所以你等於住兩個晚上 就好像快回本了 差不多回本了 感覺 沒錯 所以說 還是會覺得說 那邊水上屋 真的是不便宜這樣子 但如果說你想要住水上屋 但你又不想去到那麼遠 因為我覺得馬爾地夫 遠也是一個問題 對 像這樣的話就是 菲律賓巴拉旺的愛米島 其實也很推薦 真的 所以一樣也可以享受到 像在馬爾地夫 愛米島的風景 水上屋 對 所以你看 基本上其實 我比有台青島 有一個安逸島的照片 對不對 所以其實你去過安逸島 你是去過一次嗎 還是你去一次 可是就讓你印象那麼深刻 你就知道愛米島的感覺 對 然後 它一樣也是會住像是 也是水上屋 而且也裝潢得很漂亮 對 你看看它在外面 真的很美 很漂亮 我覺得除了風景很美 根本就是你很會拍照 你這個 因為那是我的工作 對 而且我發現 那個安逸島的地方 說真的要拍照 其實衣服要戴很漂亮 對 我就是每一次出國前 其實最重要的準備就是戴衣服 就是要戴很多 你會一天一套還是會超過 超過 所以你有可能一天會換兩套衣服 甚至會換到三套 我覺得 你該不會走秀 可是因為對Bobby來說 因為這也是Bobby 他在部落格裡面很重要 工作的一部分 工作的一部分 我覺得這跟美食家一樣 你跟美食家一起出國的話 他要寫很多 所以你就要 他也要點很多 很多菜 對 菜大家都要先吃過 然後有時候一天要吃好多餐 明明就很飽 還要去下午茶用 沒錯 好棒 不過有說到鴨片 大家有吃到 因為我跟美食家有看過 最適合你穿得美美的 讓你穿得美美的 讓你穿得最適合 最適合你穿的 可是我覺得到那個地方 除了玩水上的 比如說水上的活動之外 寒咖窗的事情就會 你知道泳裝一定跑不掉 一定 這個大家不管你有沒有信心 還是要勇敢的穿出泳裝 因為在那個地方 可以說你不穿泳裝 你怎麼玩水 沒法度過 所以泳裝穿 大家對你來說 也是有秘訣 跟前面講櫻花拍照一樣 對 你看泳裝有沒有 你去海島 最不想就是在外面換衣服 因為很麻煩 好麻煩 而且有時候如果很熱 用黏黏的時候 對 當然 所以說像我其實都是會盡量 泳裝穿在裡面 對 然後外面可能就是搭一些 立刻就可以脫掉的單品 好脫的 對 然後它跟泳裝搭起來 又不會很奇怪 像這一套的話 它裡面是一個 有點交叉的那個比基尼 然後我就是直接當內衣穿 然後外面就搭一個那個 比較怎麼講 五分袖的這種衣服 然後底下的話 原本是搭長裙 對 對 那就是等於說 把那個五分袖衣服 而且那個衣服是後面有拉鍊 拉下來就脫掉了 我懂 像妳這樣穿泰卡貝之後很輕獎對不對 不過那時候妳真的要玩水的時候 好方便 因為妳裡面就是泳裝 妳就把這個五分袖脫掉 裙子脫掉 就可以玩 然後妳從水上起來也沒有關係 妳就再把它套回去 擦一擦的把它套回去就好了 也不會覺得說穿 走在路上都穿泳衣很奇怪 尤其是 我真的要承認 因為有時候東方人比較害羞 對 那像這一張也是對不對 像妳這個是因為妳的泳衣 就比較花俏 妳穿一個小短褲 妳可以在荷葉邊有沒有 像有些人妳如果怕漏太多 那樣這種荷葉邊的輕喉 他就把妳的肉肉 手臂肉肉就摺起來這樣子 然後就只要戴一條短褲就可以了 對 真的耶 像這個 對 就像妳講的 如果大家覺得不好意思 太性感的 妳就穿一個這樣子 大家也覺得很紳士充毛 而且妳戴一個短褲 好方便喔 很方便 其實短褲脫掉就可以立刻下水 對 所以這個也是大家要注意的 這個泳衣穿的 這個也是嗎 妳這個應該整件就是泳衣了 對 這個是連身的 可是這個的話 我其實當初穿 我底下也是穿 短褲之類的 這樣子的話 就不用在那邊換來換去 對 對啊 所以其實台下有看到 所以妳等於是去一個 島嶼玩的時候 對妳來說 除了很漂亮的洋裝會戴 其實像這樣的泳衣 也是海島 必備 對不對 對 妳還吃到哭耶 請多給媽媽看天室 跟時節會吃都很害羞 其實也沒關係啦 因為 統帶到不尤其是 我覺得媽媽也可以 媽媽 媽媽應該可以穿 妳的媽媽會跟你去海島玩嗎 很久以前有啦 這幾年沒有沒有 那媽媽會穿連身泳裝或是 以前 可是因為我跟我媽有去海島 是比較多年前 對 就是那時候真的是沒有流行比基尼這樣 所以真的大部分還是穿 連身的泳裝 對 那其實我覺得如果說想要穿 不是連身的有沒有 像剛剛那種荷葉邊的 就會比較適合 或者是說有一些 它泳褲座比較高腰 因為媽媽有時候比較在意肚子 對 那個肉肉之類的 其實像那樣都可以遮起來 對 好 所以公路安泳妳 太陽就會去浮潛對不對 所以其實妳很推薦去浮潛 對啊 妳喜歡看雨嗎 對 很喜歡 好 就是看那個大自然的景 覺得很漂亮 對 為什麼 因為講過給子杰 我有聽到那個 Bobby說 其實說妳住在那個 像水上屋的時候 有時候妳往下看的時候 會看到風雨 這很令人震撼 對 因為這通常我們要去真的深淺 給子杰 要還說去水族館 水族館看去 啊 用溝影 對 才有辦法看到 所以其實 那妳會推薦 那所以妳自己也會去浮潛 去推薦浮潛對吧 對 妳有沒有什麼特別浮潛 就是妳因為有什麼特別要注意的 妳想在這邊跟大家分享跟提醒 小明年就去愛妮島有沒有 它底下是很多珊瑚礁 對 所以妳會造成膠鞋 所以那個膠鞋是妳說 像一般我們潛水的那種 大的那種 沒有 它是有一個小小的 像靴子一樣 有點像襪套靴子 這樣子的感覺 因為其實如果說 那種都是珊瑚礁的地方 妳沒有穿膠鞋很危險 因為會刮傷 然後再來就是 它也是要穿個水母衣什麼的 因為也是要防刮傷 然後還有一點很方便就是 它會防曬傷 對 因為我們去海邊再怎樣 妳就算擦那個 海洋友善防曬好了對不對 妳擦了之後 還是會有一些曬痕什麼的 其實水母衣可以防曬 我覺得還是很好 對 有人會 妳知道以前如果真的去生潛的時候 其實他如果穿 或者是浮潛 要穿那個半截的有沒有 然後妳從水裡起來的時候 妳發現這邊很白 然後這邊很黑 然後如果你穿的是 短袖給這種 兩階 而且是很明顯 所以那個防曬是很重要的 黑毛就會鴉片輕浮 鴉片會打開 就會清掉 所以其實真的 泰卡去浮潛的時候 還是要注意 其實我覺得有很多人會怕 怕水 然後他就會覺得妳去船潛 去浮潛給死傑 可是那個船潛的浮潛 跟大家想的不一樣 它應該是開一艘船 然後把妳載到很美的 對 的一個 我不曉得 因為我沒有去過 巴拉旺的暗宜桌 不是當地在韓國那裡 但是以前 可能在那邊 去別人說去去艽船潛的時候 去去船潛的時候 他會把我們載到一個 好像是那個地方很寧靜 然後有一些 怎麼說 我 我想說他離海好像 我覺得是有點遠的 比較像 像霞灣的那種感覺 然後 它讓妳在船上 然後妳就會很輕鬆的 下來 然後就在船的附近 然後我們會穿那個 救生衣 救生衣 然後這樣子 所以其實是感覺很安全的 對 因為像我們那時候 在巴拉旺的時候也是 我們去那個巴拉旺的科隆 它有兩個很明顯 不是很明顯 很有名的沉船點 那其中一個它是位置比較淺 所以其實像我們浮潛就看得到 那有些人不會游泳 其實會怕嘛對不對 那其實救生衣穿著的話 他們當地像我們這樣辦自由行 當地都有教練帶 所以其實不用怕 他會牽著你走 那你們的教練人數呢 因為我們那一團人數比較少 我們是四個人而已 因為我們算媒體團這樣子 四個人而已 那我跟我老公 我們比較擅長游泳 我們就是自己游 但是他還是會隨時注意我們 我們在附近 所以你們這樣算是 就是至少有一個教練 對 那其實是人越多 他會拍越多人 因為他們船員其實也很多這樣 那像我們一起去的 另外一對男女朋友 他們就是比較不擅長游泳 那他就有一條浮球 給他們兩個拉 你還是可以欣賞風景 但是你也不用怕說 會有危險或什麼 而且基本上都是教練在帶著他游 是 自己也不用花很多力氣 太棒了 今天Bobby來其實分享很多 我覺得上次來是分享彩妝 然後我就覺得好專業 然後這次來 還可以介紹這麼多 美食跟玩的地方 所以其實 今天看見哈加天師跟日光 第一次在哈加天師看見Bobby 就會知道 那我今天好想認識Bobby 我要到什麼地方來多多了解 你的 就是上網搜尋 撥皮 很簡單 撥就會賞三點水那個撥 撥浪該撥 對 皮是皮是該皮 所以你有部落格 部落格嘛 然後YouTube 然後Facebook 然後還有Instagram 但Instagram可能 不一樣 媽媽們比較少用 是 就風格不一樣 對 像剛剛講的行程的話 是請剝皮 你會找在日本 你是打日本 會找馬爾地夫 你是找波比 馬爾地夫 愛用思久 然後如果彩妝 也可以打波比彩妝 就可以找到對不對 對 好的請 所以曾慶 不可以曾慶 曾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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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他最好的魚奶片 看他有沒有 臉書 也好 YouTube 也好 IG 也好 也說部落格 也走得來 看你喜歡什麼 太棒了 曾慶 謝謝波比 再一次的擇都壓篇 謝謝 那說有新的作品 那新的也要有 電視的動作 做得通 太太太的分享的世界 一定要再來好嗎 走得 謝謝波比 謝謝 太太 今天真的一樣是收穫 手不動態 天天後 然後咧 咧咧 走人棠咧